來參加鬍子的見面會啦 來進開一頭 哈囉大家好我是陳柏柱 那今天呢來參加鬍子的見面會啦 來我們現在在地點是 OMG的會館 然後我們進去吧 我們在地點是 他們說這種影片怎麼樣 我也很想要嘗試這種事情 但是我不會把它拍成影片 了解那個感覺嗎 因為我拍的影片是有目的性的 所以其實很多創作者 很多小創作者都會常常把問我說 欸你要拍什麼樣的影片 才會讓人家喜歡什麼之類的 然後我就會反問他們說 你最後想要透過那些影片 達到什麼樣的目的 如果你只是想要讓別人聽你的想法 那你不用你不用太人 就是你不用太在意你的影片的成效 之類的 因為想聽你也想辣的人 你拍那些影片那邊自然會來 但是如果你非常非常想要達成某些事情的話 你就不必要有一個設計 就像什麼設計 就像我剛剛說的 我一開始就不會拍VLOG 因為我一開始誰都不是 那我一開始也不會去拍一些 莫名其妙的影片 我即便到現在 我還是不會去拍一些 就是那種 剛剛說到那些東西 但是其實我還是蠻想去嘗試 但是這個跟我影片 才有成績的東西 所以我不會去拍的 對 所以我覺得 這一開始 在從自己相創作的時候 你比較要清楚說 你的創作的目的到底是什麼 你如果是想紅 那很簡單 你就拍一塊紅的東西 你總統不拉到死以後就紅 對 那如果你是想要傳遞一些正面的能量 那你的影片 還有你自己本身 你就必須要成為那樣子的人 就像我以前在影片裡面講過的 像是我的英雄學院裡面的 魯漢科 他在 就是這個人 他在動畫裡面 在這部漫畫裡面的設定是 他自取成為和平的象徵 那我也希望是可以成為一個 相當情人物 所以我就會去一直 就是朝那個方向再穩定 對 所以你想要做什麼 你想要拍什麼東西 就是 取決於你最想成為那個樣子 那你先把它定下來 之後就會一百公署 對 也不是一百公署 就是你之後在努力的過程 你的方向就會很明確 像你們在考大學的時候一樣 歐朝上什麼東西 然後你們看一下他的分數 我要讀哪些科目 是這種感覺 那考試有那個正確 但是人生沒有那個一定有方向 所以你就是一個目標在那邊 往那裡走 至少偏的也會偏太多 至少這樣就放到 我覺得我輸到他有點破舌 但是有幫到我 然後也有一個問題 就是 待會的之後 可以跟你一起陪陪 好啊 沒問題啊 付我留情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各位 謝謝